OK啦哇这个镜头现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刚才非常不小心在车上下车的时候 整个相机全部掉在了地上 整个机身加相机全部掉在了 然后现在应该它应该只是UV镜裂了 然后里面的镜头应该是没有 没有那个现在屏幕上的这个光影就是UV镜的裂 今天手是太不小心了 下车的时候我左手拿着这个稳定器右手的杯子包 就忘记了相机还在这尾上 直接一开门就听见那个掉在地上 太不应该了 浏览特色是吧 哇这个饭看起来还不错 紫薯饭应该是 鲜奶吗这个是 这个是鲜奶吗 这是什么 不是它那个它这个裂掉了 我怕取不下来用力的话我怕万一碎掉 现在我们在OK现在还在等这个雨小 好我是下午三点半的动车回城回棉 你看外面的雨多大 今天好像全国好像全国都在下暴雨 然后很多靠山的那些地方都已经离四流了 然后这个滤镜现在还是取不下来 因为它现在已经衰变形了这个滤镜 然后取不下来 然后用力掰也掰不下来 然后我就在想这个得想个办法怎么把它 如果太死停的话它外面的那个镜片会碎掉 可能会伤着里面镜头本身的玻璃 然后这个又不得不花了 接近三百块钱买了一个这个滤镜 这个好像是还说是防水的这个滤镜 哇你看上面这个灰 上面这个灰 不知道放在那个器材店放了多久了你看 全是灰 67毫米的一个滤镜片 这个是什么孩子 OK 然后现在准备休息一下 然后买了瓶这个义云的矿穴水 在外面好像就三块三刀美元 在这边要卖38块的门币 矿穴水 因为它这里实在是没什么喝的 它这里的咖啡做的也不好 然后茶各方面也不行 因为酒店嘛卖的都比较贵一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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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的是哪個車 你來公園嗎? 他這個外面就是很難喔 以後不已經難了 他外面就是包袱了一下 但警車還沒上到 但是我現在去不下來 他現在轉變形了 卡變形了 我找人幫你去 對 你要找轉變形去 我不會把你找人拿的 拿不去 他現在有點變形了 他自己吃的 我們維修的 一磨的酒 一磨的酒 這個是咖啡菜 對前幾天有很多人在說 為什麼這幾天一直都在放那個 吃的 確實比較碰巧 明天就去健身 OK來現在回家了這個玻璃濾 感覺其實並無大礙 然後主要是他可能會自帶去炫光 然後這個買了 這個之前買的這個按摩器今天到了 之前我買了兩個嘛 然後後面有個我弟帶到澳洲去用了 然後結果他說帶過去結果就壞掉了 然後我就重新買了一個 這個按摩器在叫做生命動力 大家可以在逃跑上 因為每次我拍一個東西 大家總有人要問這個是哪裡買的 然後這個按摩器非常棒 其他的我也買過幾十塊錢那種按摩器 其實看起來一樣 但其實用起來還是大不一樣 所以說還是得買個這個 這個很方便直接插上去 然後他還有一個車子的一個適配器 你可以在車裡面用一個車載適配器 然後把這個插在電源上就可以了 來這個是開關 OK已經亮了 他這個按摩器其實主要的一個區別就是 他這裡面的這個東西按摩的這個東西 然後這一個是可以加熱的 然後你按一會就是加身體會很熱 然後還有一個他這個比較凸起來嘛 我之前買了一個那個就沒有這麼凸 然後我就按起來 就是感覺力度各方面不明顯 這個力度還好各方面 然後這一個是 因為今天才回家嘛收了幾個包裹 這一個是 大家猜一下是什麼 這一個是這樣的 掛在這上面 有一個索客 哇這個按摩器真的太爽了 每天按一下 因為其實你不光可以按腰 你還可以按胳膊按腿 然後哪裡都可以按 然後這個來 這樣 這個其實是一個旅行的洗臉帕 然後因為旅行的話 你它不太容易乾 所以說這個是我在網上旅行這個商店買的 它是我看有多大 因為出門的話 你不乾的話這個帕子不能放水 這個大小其實還可以 但是有點薄 然後用完了直接把它裝在這裡面 掛在背包外面 會它就會自然風乾 這種材質應該也是 專門的一種材質吧 這個外面有很多孔 這個可以掛在 這個旅行的時候可以出去 這個是20多塊錢 應該是 叫做冷乾素纖維 然後還買了一個這個 這個比較有用 這個是一個就是防盜的 也不叫防盜 就是防安全的吧 這個就是一個 你晚一點出去 特別是女孩子 放一個這個 這個是開關嗎 放一個放在門後面 然後如果門一旦開了 晚上睡覺的話 特別是在國外去旅行的話 這個很有必要 國外旅行很多地方不安全 然後你就得搞一個這個 OK來把這個電池給上上去 哇這個電池也太緊了吧 OK上好了 OK完成 然後最後面是一個開關 把它開開 然後如果說一旦 有 你把這個放在門後面嗎 門一旦開了 把這個壓下去 就會響起警報 因為這個很多女孩子 其實像軍當出去旅行的話 特別是像印度啊 東南亞這些地方 女孩子很多 單獨住的話 可能不太方便 然後 當然男孩子的話 像我們那邊也得注意 他會給你一個 醒醒的一個時間 一旦就是 因為晚間睡覺你 不可能有人進來 但是一旦有人進來 那可能就是 很意外的一個情況 所以說 這個 也不大 放丟在那個行李箱裡面 然後這些後面還有一個 調這個 應該是聲音的 你看 然後我們現在來試一下 然後 來 按一下這個 哇 哇 太大了 這個誰 這個聲音說的是有120分貝 這個 真的太大 但還好對我的耳朵 好像沒有造成很 很那個的傷害 然後 我真的不想再試了 這個聲音真的太大了 太大了 這樣把它放在門後面 門 一旦開了的話 它就會響起警報 你就知道 哇 這個耳朵給我震了 這個也就25塊錢 再 反正就叫什麼名字 門檔警報器 然後 125塊120分貝 安全設防 然後 不錯 今天的視頻 模特就到這裡 然後今天還得有很多的片子 要剪 休息一下 今天感覺沒有喝咖啡 整個人都非常困 不知道為什麼 剛才下去買了一杯速溶咖啡 哇 真的太困了 明天我們再見